第四節 回到第二節 剛才我們提到和中國的關係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從這個預測到 究竟日後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剛才我想問 剛才那本書提到 他認為中國在上世紀30年代立須 黨上台的時候 為何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有一點見解 其實留意一下 近幾年中國的民族主義 或者是那種 他就說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自己歸入去是一個極右 有很多社會事件看到 例如一些國際的一些機構 或者一些跨國企業 他們可能在酒店 國籍的 你見到中國 可能有Hong Kong 有Macau 台灣 他們有上頭 或者其他不可分割的部分 或者一說領土 或者人種 自古以來 其實這些跟當時有一點相似 有的 但你可以這樣比較 舉個例子 為何德國立帥黨的思潮會興起 就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德國人腿 他被人欺負得很厲害 法國和英國 對 比較多 對 對 配到馬克當年一代 拿到五包店都給不到 你很勉強地說 例如日本侵華 或者所謂的帝國主義 侵略中國的 但問題就是 那個幅度不像德國那樣 你都 時間距離比較遠 德國那個就是 剛剛被人欺負完之後 自己抬起頭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 自從四年之後 你打敗了 打敗了日本 你有內戰 然後那個時間的幅度比較長 而且這些事情不是現在 你要打敗它 你才能解決到的問題 因為當時 德國是受制於什麼呢 那個反映賽條約 軍備 這些海外殖民地 它自己經濟的發展 這些全部被人禁止了 拱手傷害 特別是 特別是 在德國本身的煤礦 那地方的煤礦 是說給法國 這些增加 是一個很遲 但現在問題就是 這些以前的事 例如南京彈奴沙 這些真的是歷史 就不同於德國當時的 所以剛才 威廉說 他有這個看法 是對的 但我覺得是過火了 因為他意識形態稍失 是不同 例如適合到 所謂那個人種的問題 例如納粹黨 人種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去看 我覺得是一個比喻 就不是說他真的相信 現在等同於 中華民國 等於跟德國納粹 同一個意識形態 但問題就是 他講了一件事 就是 中國他繼續發展下去 他在經濟利益上 必然跟美國 產生巨大的矛盾 以前 特別我們一邊講 能源的問題 譬如 我們上兩星期 我已經提了一個 統計數字 中國已經成為 全世界 進口成有最多的國家 超越了美國 美國當然不用 美國自己本身 根本就不一定要有這麼多有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有 不過他用了全世界其他有 好了 我們說回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其中一個Juicy 也可以這裡提提 原來Donald Trump 是不懂得說 習近平的姓 是 是 他是讀了什麼 XI 即是他自己的 President Xi 即是他XI 不懂發音 是C 就是XI 其實鬼佬是不懂的 對於鬼佬來說 XYZ 其實是很難教 C 無所謂 XY 他們很少用這些 還有一個 香港的NG 不懂程式 所以 吳宇森就叫John Woo 不可以叫John Woo 不可以叫John Woo 他們不知道NG 應該怎麼發音 他身邊人教他 這個字 你當英文的SHE就可以了 所以你當習近平是女人就可以了 你會記到的 這個是教他記的 我們剛才說回 就是為什麼 就是在他上任之後 他對中國的態度 有一個 就是 幾不同的改變 又沒有聽完這個 Steve Bannon去說 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問題 就是 裡面白宮的權力 的傾摘 有一幫人不同的想法 原來 剛才我們說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 Donald Trump自己是沒有的 不過 後面那幫人 各有自己的 各自判算 各有自己的 這個人 有他自己的 他女生有他女生的 他女生其實很年輕 有他裔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37 出頭 他為何能追求Evanger 就是很簡單 搞了一本周刊 跟著一個派對結了他 然後就結了分 所以大家記住 一定要搞雜誌 是一個這樣的路數 最新消息 一周刊是賣不到 是嗎 又賣不到 又賣不到 不是賣了嗎 那個人沒有付錢 這樣也可以 這條肥佬想賣很多年 這條肥佬想賣很多年 是的 我們說回 這個女婿 其一 就是她自己本身 有交易生意 都算是有少許錢 但她爸爸 牽涉在洗黑錢的問題上 她自己哥哥 是做醫療保險的 其實她在討論一些生意 就是找大陸的資金科稅 她在大陸有做地產生意 亦有另一個原因很特別 我們以前在上兩次節目說過 Donald Trump不知為何 她很喜歡梅鐸 為甚麼 不知道 原來她當選之後 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梅鐸 我們自己慶祝 不過不可能 大家都是生意佬 右翼那些 右翼就應該是接近 梅鐸跟她的資金頭 但梅鐸不是算很有錢 但是就有全部的影響力 這個人 如果我看這本書 有個解釋就是 為甚麼 她很想人在電視台上 電台上 用Fox TV Fox TV 去摸她 她很喜歡這件事 對她的Ego Massage 是很舒服的 所以她很喜歡梅鐸 但梅鐸又覺得 這個人很愚蠢 不過 由於這個關係 其實梅鐸的家族 在她未跟Wendy離婚之前 鄧文迪離婚之前 兩家人是很close 所以鄧文迪 其實跟特朗普的女兒 Evanka 是很熟 這個當然包括女婿 這個設計一 第二件事 當特朗普的女婿 她去問一問外交問題 其中一個主要顧問是甚麼 是基辛格 基辛格在這本書裡面 出現了幾次 幾次很重要 基辛格 給了advice 她究竟 她應該怎樣跟中國去談 如果你想得很清楚 一件事就是 基辛格其實在中國有很多 business interest 所以其實 雖然這位Steve Bannon 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敵人 在另一方面 原來一群人 後面 有另一個人 就應該跟中國 朋友 因為這群人本身跟中國做生意 我沒有記錯 基辛格應該都是猶太 猶太 猶太 今年93歲 美國的其中一位 被人認為是出色的國務卿 是的 她有她自己對世界局勢的想法 但問題就是 猶太幫始終是後賣的 女婿是猶太人 她要找的這群人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 做生意就是講利益 來喝水 來喝水 包括剛才我們說的 金沙的老闆都是猶太人 尚太人 他在美國的勤奉勢勢力 相當之強 所以就是說 當時美國大選 大家都以為 川普那麼有錢 自己拿清競選就可以了 但原來有很大的舊錢 都是來自猶太人 是的 他自己有沒有分 可能他沒有分 不過問題就是 他這個人也意識形態不強 唯一一件事就是 例如他說那套美國就業那套 阿德德其實 他也沒有什麼想法 那麼他去中國了 那麼去中國之前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禁飛彈那一刻 那麼這本書 原來有說到 那天發生什麼事 那個之前發生的一件事就是 他收 他的幕僚 給他看 這些 敘利亞的總統 用毒器 讀這些小孩子的照片 其實在白宮裡面有兩個看法 這個Steve Bannon後面的人就說 看到照片都不要管他 因為不關美國的事 美國現在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美國自己要做些什麼 不要牽涉一些不必要的爭議裡面 特別是不要跟俄羅斯有正面衝突 正面衝突 但是其他一班又不同 其他一班 包括女婿那些都不敢看法 就是覺得 他的看法是 很純粹一件事就是 他們覺得 這件事已經過火了 就是用一堆毒器去炸 炸這些小孩子 原來用口說給他聽 是沒有作用的 那些人就聰明了一件事 就是給他一些照片 給他看 給他照片 原來他都上了頭 即是他都覺得不妥 即是變相他還有些人性 是他有人性 即是這本書給他 他有些人性 即是給他Credit 他都上了頭 大家談 究竟應該怎樣做 原來他去到這個決斷很快 就是 什麼都不用說 就放了幾枝飛彈過去 這件事就是在 他見習近平之前 那晚去做的 為什麼要說這個例子 就是這個人 其實如果你要說服他的話 不是用口說或者做PowerPoint 做Presentation 因為他沒有心機聽 給他一些最Raw的Data 對 有時留意一下 他在電視上看到的樣子 你見到白宮的時候 整個人就是這樣 這個其實反映的一件事 就是他根本沒有內心去到 沒有 只是Tension Span很短 可能他聽你說五分鐘 他已經混油了 所以那些人跟他開會很無人 就是 你講的很多 準備那麼多 尤其是有些很technical 例如舉個例子 例如那些 Health Bill 這個 Tex 即那個什麼 移民的問題 還有奧巴馬Care 怎樣談 沒有的 他都談不怎樣 移民呢 講很多事情 因為你關乎什麼族群 因為裏面有很多細節 很多事情 其實他完全是沒有心機 甚至是不懂 一些法律 例如做了這件事 跟著的影響是怎樣 因為很多事情 很尷尬 例如在美國 一打到招呼 很多事情不像你想想那麼簡單 但這個人有個好處 以及他的班人也有個好處 就是 所有這些事情 你不要顧忌 特別是一些官僚主義那些 其實他們騙你的 就是說 他們說得那麼複雜 是嚇你的 你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而是他們的問題 就是往往用了一種大義化之的方法 去處理問題 當然 大部分問題都可以這樣的 尤其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 但是 我覺得始終有一兩次會撞板 撞板是什麼呢 就是接下來這個 北韓的問題 在北韓這個問題 是在這本書裡面很少觸及 但是我覺得 都算叫爆炸性 可以待會給William 評論一下 Steve Bannon 拒絕堅決是不打的 但因為他炒了 有 他說的說話 只是一句 他有一打 首爾會死一千萬人 那麼問題就來了 這一千萬人的統計數字是怎樣來的呢 是他隨後說 還是他真的看到一些資料 即是有人做過的情況 計算那些密度 建築密度 距離 甚至兩邊部署情況 因為大家知道 我以後叫漢城 那個地方 其實在漢江上下游 其實它的密度很高 第二它是首都 第三它跟三百線距離 大約好像一百公里 你看看圖圖 很近 因為大家都去過 其實那個距離 如果你說打到首爾 其實就大概比我們現在 在廣州和香港的距離還要近 近 近 那你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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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的速度 就走來大概九個字左右 差不多 過年鐘 因為它有些山在北部 在青華台頂北漢山這些 為什麼他們這麼近都要放一個政治中心 一來它是以前 最後一個王朝 李氏王朝的首都 第二那個位置 它放在青華台 在山底 因為那個位置 是完全有天然的屏障 它才願意選擇這裡做一個首都 再加上韓國的地理位置 國家的面積又小 那你去哪裡選擇 最後一個計劃就是虎山 沒有啦 但是你說說有1000萬人而已 但裡面沒有說到美軍的傷亡數字 他這個也沒有說 說到關聯的 即是一旦預測北漢是融合 那一下 他會這樣去猜 一定是計算過數 還有這個是未到那時候 他成功研製氫彈的時候 應該是去年的事 就是氫彈之前發生 我相信那個 所以現在這個說法 一千萬人的說法 應該就在所謂常規武器戰的估計裡面 加上核彈就更加不用說了 沒有啦 韓國的人口應該只有五千多萬 死五分 小入本很多 沒有幾錯五千多萬 所以你看這本書 你都發覺很大的問題 我不是說現在不打 甚至現在最新的看法就是 部署打 但問題就是 你這個打 其實基本上不是一個 在美國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 想過的問題 如果這本書是說正話 從來在特朗普的團隊裡 沒有想過要打一場仗 重返亞太的策略 都完全沒有想過打 你知道Halloway Clinton 如果他做總統 就一定是回應之前的情況 大家繼續做生意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就是這樣 他重返亞太的原因 其實一 他不是因為北韓的問題 不是那個問題 其實他也是希望 把駐軍在南韓 繼續形成了所謂 對朝鮮 對中國的爆發 亞太的時候 因為中國的問題 但你們倆沒有說一個因素 當時沒有計算 就是北韓擁有真正核彈 輕彈一定是太突然了 即是在今正間上台彈 就算我們做節目說 我們沒有猜到那麼快 也會做到輕彈出來 我們現在不知道是否真還是假 但這個是一定要計算的 因素裏面 以前沒有計算過 現在是計算過 所以輕彈的重要因素就是 他不止把日本損壞 他有條件損壞 他有條件去恐嚇 去威脅到美國 本土 可以簡單地說一下 輕彈已經去到核彈的級數 不是 現在你扔下去 在長期廣島 真的打過的就是原子彈 輕彈的威力比他們高很多倍 高多倍的意義在哪裏呢 就是如果你是炸在東亞區的範圍 美國人都可以當不算 但問題是現在他說可以去到夏威爾 就算去不到夏威爾也去到關島 關島就是華茲利 不當美國人 但夏威爾是不行的 美國真的是一個州 所以現在去到這裏 跟這本書所說的性質是不同的 不同的意思是 當時你只可以當作一個 地區問題 東亞區的問題 即是雖然沒有面 但現在不是沒有面 現在真的被人打到入獄 有可能 即是自己有 即是打到自己 打到自己 他都可以說話 我都不在乎這些問題 但問題就是 整個政府是會這樣倒台的 所以現在去到這個性質 跟這本書所說的有少許不同 即是說 他加上這個一千萬人口 去到現在已經 最重要不是這件事 不是漢城這個問題 而是說 美國會不會 本身有機會守陣 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機會是很低的 不過問題就是 即使機會低 你不能當這件事沒有道 於是這個牽涉另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在現在這個設置 即是美國政府這個設置 如果根據這本書 那個戰爭的狀態會怎樣 這本書原來有提 原來下面的人 很多是將軍 每個人都覺得他很低 但他是三軍總司令 是的 所以根據這本書裡面 有一個講法 就是他們下面三個人 三個人是將軍 第一個是Kelly 這個Kelly 就是他現在管白宮的幕僚長 因為他發覺之前 以前我們說的那些互相傾談的 搞得很嚴重 他說沒有了 找一個人回來 這是一個軍佬 聽他們說 但Turnau不是 因為Turnau搞了 做了之後 特朗普很討厭他 不過現在沒有計算 然後另外一個 也是軍佬 就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McMaster 這個人也不是第一選 現在跟他的關係很差 只不過就是第一個 那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Michael Flynn 那個也是將軍 就是乱惹 現在成了一個對頭 因為可能會把他的背部 第三個就是郭鴻號長 俗稱癲狗 原來三個人合起來 有一個約定 就是無論他宣戰 怎樣也好 是要我們三個人 約定才能打 變相駕空他這個三軍總司令 是啊 所以你說 你猜不猜事 如果你看說 這個狀態 其實跟美國自己本身 憲法要求的那種 即作戰的狀態 是完全不同的 違憲的 這個就是在288頁 就是他三個人 No military action will be ever taken unless three were in accord 就是三個人完全同意 這場軍事行動才可以打 當然這場軍事行動 我相信是指戰爭 不是普通的軍事行動 即是不是說拍一些 軍事行動 他還有一件事 他說很保險 At least one of them will always remain in Washington If the others were away 他即是說 這三個人都害怕的 就是這個人發瘋 就是這個人發瘋 起碼他先按住他 意思就是說 總之 就是三個將軍 隨便一個都要留在八公裏面 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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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這件事 就是現在不是反轉 他是三軍總司令 是這三個人 就是打還是打 是這三個人看著打還是打 而且這個看法就是 是不想著 真的立院開戰 就完全不同 國安事後 比如在這個小布選的時候 是伊拉克的問題 伊拉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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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下去 其實你還可以有少許推敲 如果美國軍方 不是很想打的話 其實後面是踢不動 整隊軍隊的 這個影響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以前說過很多 美國軍隊 是想著要打在哪裡 在中東 所有的裝備 軍服 所有的東西 其實就是想著在那裡打 是沙漠 如果你調轉設定 其實所有吹哮 全部要重新做過 舉個例子 你三個都要做過 還有你調轉過的東西 是否真的可以在北韓打 北韓打什麼 你講了 山 第二是狹窄的地形 加上嚴寒的天氣 還要打水戰 我覺得最恐怖是冬天的時候 那現在已經過了 現在已經過了 部署在年中打 現在的新聞 就是說 現在真的去量度 如何打法 但是 量度的情況下 也有動的 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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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個啟示 就是 其實美國政府和軍方都有很大的矛盾 就是很多東西 美國政府想過軍方做 其實軍方是一邊耍的 你要踢動它 是要很大的 所以當 如果我再看這本書 我再看一看 當其實小布殊 和 Chinney 踢得動 和Rumsher 踢得動 整個軍隊去打 伊拉克 這個不簡單 因為很多情報部門 都是抵制你的 對嗎 特別 還有為什麼打 有一個原因是 你搞了一件事 所以 有理由打 有理由打 有出師的名義 但是 衍生下來到今天 有些人一直都在陰謀論 就是說到底這件事 就是有人 就是希望推動這場戰爭 推波在難 去令到九一日發生 這些有陰謀論說過 但是不得而知 但是 看回 你給我有沒有一個充足的理由 去移動北韓 我覺得如果以美國一個 地緣政治 以其他方面 他寧願繼續投身 在可能南海問題 或者是在東南亞加強 那些 跟當地國家合作 例如馬拉新加坡 甚至乎在中東 起碼是在牽制著俄羅斯 或者現在要應對土耳其 即現實的說話 他都不會去選北韓 沒有的 如果他從傳統的外交政策 打伊朗其實動機很大 因為牽涉到整個有的問題 但是打北韓 剛才William說過 我同意的部分 但不同意的部分 當北韓擁有輕彈之後 就不同說法 他現在未有投擇的能力 即是說他射飛彈 是否真的可以射到他 之前提到的技術 就是導彈 彈頭分離 現在北韓是未有真正這件事 但一旦被北韓掌握了這個技術 我相信韓國人 甚至乎中國那些 東北、青島、日本那些 是真的會難 因為導彈分離技術 如果大人掌控到 那他就是東亞小霸王 如果可以的話 他的樣子是小霸王 東亞小霸王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美國沒有人去鋪打這件事 他可以外出給其他人 所以輸出版和事情發生的時間 已經足以改變了很多事情 但我始終堅持一件事 如果這場仗真的將來會打的話 這場仗是意外 你看歷史很多戰爭的意外 陰箭也是意外 意外 他的團隊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他當天做了訪問 是說了另一件事 但這個意外帶出來的 為什麼會有亂所反應呢 因為這傢伙 他不可以被捕捕 他一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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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 第一出自戀 第二他那個存在感他覺得一定要有 他存在感這個他有說 其實他經常要 他看的世界是這樣的 要是你贏要是我贏 而且不會雙贏 沒有博弈 一定是你贏 如果你贏我輸 你一定是賺我笨 一定是你賺了我笨 我找我笨 就不純粹是找我笨的問題 是對我整個尊嚴的一個無辱 是一個insult 即是你死我我亡 但他這個人又不是去到埋牙 他搭的時候是很狼的人 他有時候又去到尾他自己搭底 但你的看法真的會打 我一定打 即是我們去年都說過的問題 就是長長本身是不應該打 不過呢 由於他北韓本身內部的問題 即是他做了那麼多軍事技術 但全部都不是人民認識的 但你這樣說 可能你不打不打還衰打 即終衰有一波 因為你北韓 你2003年已經開始 說不行 我要開始衝生 做這個原子彈 十幾年之後 其實能夠掌握到 可能那些所謂天時地利人 現在最大的疑問 就是為什麼這幾年他會掌握到這個技術 是誰來幫助他 其實不是說過烏克蘭的問題 就是在前幾年 烏克蘭說捉到一些北韓特工 就去了烏克蘭拍攝 那麼跟大家講完 之前北韓護照 除了馬來西亞免簽之外 即是金正藍那單之前 其實他們去烏克蘭也免簽 在2014年取消了 最大原因就是其中一關 克利米亞那單 不是 就是在那單間間諜事件 其實是拘捕了人 就說他們拍了俄羅斯一些相關技術的東西 就帶回北韓 所以那單日之後 就停在北韓的普通護照面前 現在那個估計會怎樣呢 這些是純粹的國人估計 大家只聽就算 因為我又不是國際特工 最大的嫌疑是例子東歐 核子 前蘇聯的基加盟國 全蘇聯的 投放技術可能是來自巴基斯坦 第三個可能性是中國 中國我不是說官方給他 而是可能透過一些 譬如說錢的關係 他可以買到這些技術 他不是一次過買完的 在這裏買的那裏買的 大家猜不到 我覺得不會是中國 因為大佬沒理由養肥 有這麼危險的地方 我說不是官方 有些是賺錢賣到的 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明白我明白 例如說他也猜到 你買些東西這樣選擇 買給你先 我猜到後果會是這樣的 當然這筆帳 我相信也不是短期之內 會水落石出的 但其實美國政府本身很有責任 就是他要知道整件事的內容 為何會搞成這樣 特別在特務機關 如果這樣說回 其實奧巴馬政府 要負很大責任 前幾任都負很大責任 前幾任都負很大責任 第一個負責任 就是當時 不是 George Bush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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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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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var Jr Jr 很愚蠢 這些也是在表面的證據推敲 將來要做歷史的研究 但最大的問題是幾任之後 你Clinton 奧巴馬都沒有搞過 你不斷把炸彈不斷退後 這樣就中了 Donald Trump 他接到應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接到應 他又覺得很特別 比他和他肥仔駕空開炮 比人家更大 真是夠膽死說 這些口舌之爭 做所有也好 可能要鞏固國內支持者 甚至乎 Donald Trump的性格 就是希望美光燈繼續照射自己 也看到他上任總統之後這一年 每天打開不同國家的主流媒體 都是有 Donald Trump的樣子 證明是他自己 看得出他的性格 另外我想說一件事 我們留意一下 第三節可以說嗎 第三節可以說嗎 不是 第三年之前 你們要說的是 現在北韓最新出了 是這個 人權白皮書 北韓出人權白皮書 說哪裏呢 說美國 這個就是學中國 這個 你看看他 有些一針見諭 他說美國有些事 我都說到 美國的壞事 第三節 還有 東貴奧運會 現在搞到大龍 原本禁俄羅斯 那群人突然推翻 不是 那群人要用一個獨立身份 即是怎樣 奧運會 當運動員贏了之後 沒有國歌唱聲 奧林帕克 之前科威特試過 為什麼 因為相關那些國家 無國界那些 這個又不同 那個藍人隊 我記得是在16年才有 其他隊 就是因為 他們可能相關O委會 會犯了一些問題 他的足球也會有 就是當地的政府 干預了他們的運動 事務 就會停了 俄羅斯這個就是因為 14年的索洩東奧期間 很多造假醜物 包括一些藥檢 運動員他們的藥檢 樣本是用一些方法 調換了他 因為他明明是禁藥老共軍 令到造假 令他通過藥檢 結果 今次就是禁了他的平昌 但是 仍然被一些 沒有前科 或者通過審批的一些運動員 用一個獨立的方法 去參加這個平昌東奧 要是他想體驗 就是人人平等 因為那五個環 其實大家知道 我覺得是多鯉魚 其實是多鯉魚 這個世界 多鯉魚 你禁我才就是禁我才 土經今天出來吵 土經很搞笑 這些真是戰救民族 但是明明他自己 也知道自己 那件事有問題 李虧 但他都說 我們雖然有些事情做得不足 但這些體驗不到 全世界仍然都覺得 俄羅斯是一個敵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自強 對嗎 然後呢 然後沒有 在俄羅斯 普京說的就是道理 對嗎 有哪裏這樣翻譯 普京二 一翻譯的話 一些示威馬上拘捕你 剛才我們說到 這個President Bannon 其實這幅漫畫 顯現了這個 前面是Donald Trump 後面是Bannon 他原來就是這樣 聖聖雙色 當川普看到這個 就上頭了 這個讀出來 我覺得很搞笑 還有美式口音 That's it 然後呢 Who's a big boy Who's a big boy now I am a boy Big boy Big boy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回來